打开图片之后,大家会看到界面的一些变化,从上面开始介绍,点击打开,会看到下面有三个选项。 第一个是打开设备上的图片,点击就可以打开手机上的相册,我们可以选择自己想要处理的照片。 中间的是相机,点击拍照会直接导入到Snapsed中。 第三个是打开最新照片,就是打开手机相册中最后一张照片。 右边第一个可以叫蒙版,点开后下面会出现撤销重做还原和查看修改内容,撤销可以对之前的操作的每一步进行逐步撤回。 重做就是重新处理这张照片,还原可以恢复图片到原始状态。 查看修改内容呢,它可以来修改,我们对图片操作中的每一个步骤,这个步骤比较关键,以后我们会慢慢的详细来讲。 第二个字母i的图标,它能够显示图片的信息,点击进入后能够显示图片的拍摄时间啊,大小啊,分辨率等信息。 在最底部呢,左边是样式,里面有很多预设的样式,相当于很多修图软件里面的滤镜。 中间的工具是Snapsed里面的核心,里面有28个非常的强大使用的工具,比如说曲线,画笔,修复,局部,双重曝光等,是很多修图APP都不具备的一些功能。 我们后面会一一来讲,最后一个是导出,我们修改完一个图片之后呢,就点击导出来进行保存。 导出时有三个选项,其中保存会覆盖我们原来的图片,保存副本会创建新的图片,同时呢,能够把所有的操作步骤都保存起来,方便我们后期继续进行修改。 最后导出也会创建新的图片,所做的更改不可以还原。 一般我们建议大家保存图片的时候选择保存副本或者导出都可以的。 中间的工作区能够显示我们的图片,以上就是关于Snapsed的一个基本的简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